那个 可以泡个枸杞的好不好 哎呀生姜呢这个 这个 跟我比拼起来 你那边是啥子 不是还有鸡蛋吗 鸡蛋 哎老板我们店里有今天特别的服务 脚盆里可以泡泡被面 真的 真的不胖 不是 你得坚持一会儿 啊 这个肩体有点捞损啊 平时这个 生活习惯 这好我也吧 你一向就 你一向就出差是不是 你是什么人 我只是眼睛小 这个每个内脏都有个反射器的组织 所以当我们按照组底 你某一个内脏的反射器 如果它有瘀结 有颗粒 疼痛感的时候 那个器官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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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某一个内脏的反射器 嗯 嗯 那么 你这样考虑拐一个卡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整个的整个的把身体调理过来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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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生姜呢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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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比拼起来 你那边是啥的 哎 不是还有鸡蛋吗 咋俩 哎 哎 哎 老板我们店里有今天特别的服务 脚盆里可以泡泡杯面 真的 苦烫 真的苦烫 啊 哈哈 不是 你得坚持一会儿 快快快 你得坚持一会儿 啊 这个肩体有点牢损啊 平时这个 平时这个 生活习惯啊 这上我也吧 啊 你一看就 你这边出差 是不是 你是不是盲人 我只是眼睛小 这个每个内脏都有个反射器的组 所以当我们按照组底 你某一个内脏的反射器 如果它有预解 有颗粒 疼痛感的时候 就那么 那个器官 是 有颗粒的 你要考虑关于任何的卡机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整个的 整个的把身体调理过来 哈哈哈